上座庭今天驳回前首相慕佑丁的检讨申请 这意味着建卫案四项滥权罪控将进入审讯阶段 慕佑丁是在去年3月10号在金龙坡地庭面控 四项滥权控撞声称 慕佑丁以十任首相和土著团结党主席的身份 利用职权为团结党收取来自三家公司和一名人士的贿赂 总计为2亿3250万令吉 去年8月 金龙坡高庭以控撞模糊和有缺陷为由 撤下了这四项滥权控罪 不过邵素廷三司今年2月又推翻高庭判决 恢复这四项滥权控罪并发还地庭审理 慕佑丁接着向邵素廷提出前导申请 那在今天面对挫折 慕佑丁在建卫案中还面对另外三项洗钱控罪 在增磨心里完成了这四项滥权喔 准备 感谢观看